再把焦点转向邻国 泰国首相斯雷塔被宪法法院罢免职务 执政联盟今天开会商议 敲定新的首相人选 并在明天由众议院投票选出新首相 分析认为尽管执政联盟会为换取内阁职务 讨价还价 但是相信最终首相人选还是会出自维泰党 而维泰党的任务人选会是前首相塔兴的女儿佩通坦 如果她成功了上位的话 将成为第三名掌权的塔兴家族的成员 泰国政坛再度大地震 才刚执政不到一年的斯雷塔 因为在四月内阁改组时任命曾经服刑的皮齐 担任首相办公室部长被指违反道德规范 宪法法院九名大法官昨天就以5比4票 裁定斯雷塔违宪即刻罢免她的首相职务 涵盖十一政党的执政联盟 会在今天召开会议敲定首相候选人 而在明早泰国众议院就会开会 由493名议员选出新的首相 这也意味着要成为首相 必须获得过半的247票支持 执政联盟在下议院共占有314席 如今所有人都聚焦执政联盟 究竟会派谁角逐首相宝座 泰国东方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奥兰认为 执政联盟依然团结 预计不会为此出现内斗 虽然会在争取内阁职位上讨价还价 但相信最终还是由魏泰党派出首相候选人 分析认为魏泰党或许会派出前首相塔辛的女儿 同时也是魏泰党的主席佩通坦 或是前司法部长蔡卡森为首相候选人 据悉塔辛对党内事务依然有话语权 如果最后佩通坦成功任相 那么他将成为塔辛和英勒之后 第三名掌权的塔辛家族成员 对于这一场政治风波及斯雷塔被罢免职务 大部分泰国民众不感到意外 甚至认为幕后操盘手就是塔辛 下一任首相已经呼之欲出 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如果有了我会负责的职位 但我会负责的职位 我认为我会负责的职位 我认为我认为我负责的职位 我认为我认为我负责的职位 我认为我负责的职位 如果有了我负责的职位 其实斯雷塔这个相位坐不稳 是有迹可循的 撇开未经确认的传言 或政治阴谋不说 他认向着短短不到一年间 可说是无功无过 尤其经济这一方面更是不见其色 泰国过去几十年陷入政治动荡 经济已然十分低迷 出口及消费疲软 家庭债务高企 小型生意难以借贷 都是斯雷塔一直无法解决的乘客 经济分析师努塔查点出 斯雷塔上任后首要任务 就是要改善这个僵局 他曾经提出一项耗资 5000亿泰铢的补贴计划 希望能借此刺激国内消费 但政策还没实行就遭到罢免 这无疑将打击泰国经济 同时也会影响消费者和商界的信心 分析预测泰国消费和投资疲弱的情况 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新政府组建完成为止